哎妈,又烧起来了 38度9了,快39度了 快39度了 我去 今天白天一天好好的呀 到晚上才有点那个 他说他眼发烧,给他吃个退烧的吧 白天一直好好的,晚上就开始发烧 你给他背成小片就行了吗?你这样吃能行吗? 他那样,他咽不下去啊 这不是给他化开吗?得 这不是苦吗?这个药? 对呀,苦也得吃 要不咱去医院去给他检查一下吧 没事,等今天看看 别拖,拖着再拖病了 拖严重了 等今天看看他明天早成什么样 如果还不好的话,得去医院 不要紧 这个假瘤会不会传染啊? 传染啊 那咱俩给他接触,会不会也不会传染啊? 对啊,能啊 晚上这样行不行? 就是那个孩子他自己在那个屋睡 咱俩睡一个屋,你看行不行? 不照顾孩子啊? 照顾孩子啊,肯定照顾呀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给之前那个养了,他一样的 你跟他长时间接触 他肯定能传染啊 我怕咱俩到时候都病了怎么办啊 都被他给传染了 咱俩都病倒了 那谁照顾咱俩啊? 有一个病倒了也行 晚上他自己在那个睡 咱俩折这儿会睡 就在那儿勤看着他一点就行 就是睡一会儿摸摸他 睡一会儿摸摸他 不要是别传染你,你抵抗力气 你今天晚上回家住吧 就传染你身上 没事,吃了就好了 不苦啊 一二三,卡一口口 你是勇敢的孩子 勇敢的宝贝 加油,一二三,喝 大口 勇,喝个水 这个盐都有点烧红了 吃退烧药就好了 睡吧 昨天好像在这儿睡不冷吧 不冷 不冷,一个床被子就够了 这两天降温 没事 冷的话就把这个被子再搭上 好,行 好,你早点睡吧 明天你还得上班 孩子晚上要是一直发烧的话 你叫我,咱领着他上医院去看看 行,坐这儿睡吧 好,睡吧 睡了哈 嗯,好 怎么还不睡 对呀,他难受 几点了都 他难受了,睡不着 然后我给他弄个毛巾 但是家里没有退烧天的 这毛巾一会就热了 就给他洗一洗 去上药店去跟他买个退烧天什么的 现在药店都关门了 哪有这么大晚上的 没有24小时的吗 没有 这附近没有 去医院去买 不用啊 还得上医院 那怕啥的呀 太麻烦了,不用 医院不知道有没有 不用去 就弄这个 谁给他弄东西吧 带他上医院去看了吗 不用,没事 等明天再说吧 这孩子一病啊 这让人心里面挺揪心的 我还睡不好 你快去睡吧 没事 我能睡着吗 你感觉 哎 我想起了一个好办法 我给他做个退烧天呗 你会做啊 那必须的嘛 肯定会 什么事都难不住我 那你去做 那个借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姨妈金有没有 我需要取上面一点东西 我先给你找一个 好 要一个日用的就不行 不要夜用的 这个 行吗 行 这样的就行 非常饱满 稍等一下了 五分钟 还得等五分钟 对 等我五分钟就好 好 我那个退烧天我告诉你 绝对 刚刚的特别好 是吗 一会儿得做两个 做两个就是替换着用 是吗 对啊 你一往上就不用起来 就直接一觉到天亮 睡得糊糊的 比猪睡得都香 那太好了 这是祖传的秘法 不能说是祖传的吧 反正也差不多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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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哎呀 海鲜味点啊 哎哩 好了 好了 给 看 哎呀我妈呀 看 你拿这个做了 啊 真的好用吗 哎呀你别管 这个肯定好用啊 哎呀我天哪 嗯 哎呀挺冰凉 那我放冰箱里边冰了 是吗 对啊肯定冰凉的 这样是的 你看 它往耳朵上面一套 哎呦 嗯对 往耳朵上面一套 看看 它这样翻式它也不会掉 哎呀妈 真挺好的 你还不用来回来给它替换了 哎呀妈冰凉冰凉的 嗯 不能放冰箱里边时间太长 就是冰一会儿 拿拿出来就行 嗯 它里边是水 它稍微这样冰 它有一点冰 嗯 行挺好 怎么样 嗯 好舒服啊 嗯 看以后就不用买退手机 就拿着 就拿着 行 一会儿降温了就睡觉啊 嗯 我再去做一个去 啊 去做一个 最少的两 嗯 两个替换这边 嗯 那我过来了 我看看这怎么弄的 我学习一下 哎呀这样学习嘛 看一丝 一拉 哎妈 看原来你之前是经常做呀 我没有 我第一次做 是吗 对 往上面 口罩上面一粘 嗯 然后这边 一整 一整 这个水啊 嗯 就往上倒 就是把它倒的 就是感觉 很多很多 就是快裹出来了 这感觉 哎呀装不完了 那种 就多倒点水 没事它一会儿它就消下去了 把它放冰箱里边再动一会儿 别动时间太长了 动一会儿它就好了 嗯 行 放冰箱里边动一下就行了 嗯 之前经常做呀 做这么熟练 没有啊 我是第一次做啊 我就是看别人是这么教的 我就这么做的 真的 我真是第一次做 我的天啊 我怎么感觉你也有点想感冒啊 没事 流鼻涕什么的 嗯 等我感冒了 你给我做 嗯 行 你的这种业用的 你脸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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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